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能的父 我父上帝 在这凌晨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求我父医治我的疾病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 使我领受物质上的财富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的儿女 使我们的儿女做什么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 我父上帝 求我父上帝赐予我们信心 我父上帝 您告诉我们 信心是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省察自己 我有没有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呢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每个人都醒悟过来 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过 在这凌晨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相信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相信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成为爱国者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信仰告白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那么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 所以无论哪句话语 凡是藐视上帝的话语的 那都是属于法利塞人文士了 不相信上帝话语的时候 就是灾难和咒诅啊 上帝的话语是帮助我们的 上帝的话语是实现我心愿的 上帝的话语是拯救我的灵魂啊 那么 虽然我不是很理 虽然我不是很了解 据说天主教是七十二卷书 那么 圣经的话语 无论是哪句话语都不能删减的 那藐视上帝的话语 或者嘲笑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 就如同法利塞人文士一般是收获的 谁都不例外 无论是做牧师的还是信徒 如果 表示上帝的话语 不听从上帝的话语 那都是假的信仰 而且利用耶稣的名啊 光利用耶稣的名 残害他人 其实录二十二章 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 那么 那么有些人说 就有 那么 在基督教呢 有六十 基督教的这个圣经呢 仅是六十六卷 那么 那有些 其他的 也有说七十二卷的 那么我们信主的人 信耶稣的人 为什么 还要分党结派呢 那韩国的信仰 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为什么要 随不逐流 要分党结派呢 上帝的话语是拯救我的生命的 上帝的话语是赐福于我的 而如果藐视上帝的话语 侵蚀上帝话语的话 那么就成了不孝的孩子 我遇到困难了 我现在的遭遇很惨 首先 承认一下 是不是我一直嘲笑 藐视上帝话语了呢 我们每个人都回顾一下 自己的家庭 在家里我们经常会听说 哎你的爷爷是什么什么样的性格 哎你的奶奶是什么什么样的性格 就每个人都有缺点和优点 那么 为什么我身上也会残留着 我祖上我父母的 不好的缺点呢 伊赛亚书58章1节 上帝让我们大声呼喊 呼喊我们的罪过 我们祖宗所犯下的罪过 再加上我自己犯下的罪过 那么能够讲实话 真心的劝勉 这就是爱人如己啊 上帝的话语是帮助我 认识到自己的罪过的 这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灵力的粮食啊 上帝的话语使我们成长 那么 曾经我也听说 当时战争年代呢 日本人 日本人给自己的军队 那么当时因为缺少粮食嘛 所以 很多米 很多大米里面 参杂着其他的东西 我们人的粮食是上帝的话语 原码太坟4章4节 那么每个凌晨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诗篇46篇5节 上帝是永恒的 耶稣基督是永恒的 圣灵是永恒的 西伯来说13章8节 耶稣基督是永恒的 并不是只在2000年前存在的 现在也是活着的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省察一下自己 我信主耶稣基督 那我这信是不是真实的信呢 我们大部分时间 意识不到自己的罪过是什么 不仅自己害了自己 也害了儿女 也害了家人 也害了国家 而我们自己却意识不到啊 那么最近听说一些好的消息 那么很多公务员开始反省了 什么是叛国贼啊 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益处的时候 甚至连累这个国家的时候 就跟叛国贼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韩国有很多的教授 那么在美国呢 那美国的那些教育制度 还算是比较严谨 那么韩国也在主张 要像美国一样严谨啊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 改正自己不好的行为啊 我们的内心 这个良心要活过来的 我内心服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才能改正不好的行为啊 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是要悔改 那么很多人说 哎呀我的性格怎么这么的不好呢 我内心为什么有伤害 有创伤呢 来到教会求医治 求改正 而当今很多的教会 为什么都是假的教会呢 有基督的地方就是真实的教会 那么真实的教会 需要认罪悔改的 那么我们正正是现在 正是我们需要悔改的时候 那么最近韩国有很多的问题都一一的被指点出来了 比如说大学里的那些制度不正啊 或者是聘用教授的这个制度也不太正确 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提示了自己的问题 我们提示了一些问题 怎样才能改正呢 唯独靠这基督的奥秘改正自己啊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上帝帮助我 帮助我的人生 帮助我这一辈子 每一天每天是我得到这帮助的 只有上帝 而我们内心是渴慕上帝的帮助啊 那我得不到上帝的帮助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们遇到困难了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遇到困难了 我遭遇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我们首先检查自己 我是不是内心没有爱上帝 反而爱我的肉体 爱的是自己的贪婪和私欲啊 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的行为 都能一一展现出 我们的心是什么呀 陈寅二十章十一节 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 是与上帝作对呀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的家庭不顺利 我的工作不顺利 我的很多事情不顺利 那都不怪别人 是我自己的一举一动造成的 罗马书二章六节 按照我的一举一动 上帝如师的一一返还给我 那我意识到 我有不好的行为了 我怎样才能改正不好的行为呢 希伯来说九章十四节 我内心的良心要得救 良心活了 我的行为才能得到改正啊 而我们为什么 内心始终排斥这么好的福音 始终不愿意改正行为呢 我们一起找一下真言十五章二十九节 我们每一天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获得上帝的帮助呢 分为两种人 能获得上帝帮助的人 得不到上帝帮助的人 那么我们要认识基督的奥秘呀 在这世上能指点对方的错 却不知道怎么能改正 唯独靠基督的奥秘改正我们啊 凡是为了写 克林多后书十章五到六六节 我们为了出自己的名声的时候呢 为了显出自己的优越性 为了自己的时候 那都是与上帝作对 成了上帝的仇敌呀 我在基督里的生活是 我的自我完全死去 只有基督活在我身上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抱怨 发怨言 而在基督里的生活呢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都是感恩感谢的 而且都是喜乐充满的 真言十五章二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伊阿 伊和华远离恶人 却听一人的祷告 阿们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困难了 比如说生病了 那么当我恨一个人的时候 自己会生病的 那很多人说 哎我没恨别人呀 那我的祖宗 或者是我的祖上 分明有恨别人的事情 生命记七章十五节 很多人说 哎呀我年纪轻轻 为什么也能生患重病 甚至很多婴儿 为什么出生的时候 生患癌症 甚至生患艾滋病呢 那那是 那是因为祖宗犯罪了 就比如说 为什么夫妻之间离婚呢 看着烦 不想再理会他 甚至恨对方 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 已经就犯了凶杀罪了 约一书三章十五节 那么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 自己会落一身疾病啊 我恨一个人的时候 甚至我的后孙 会生患重病 那这是谁造成的呀 因为我的罪恶 导致我的后孙 身患重病 在此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都认罪悔改啊 上帝远离恶人 上帝不喜欢恶人 那么一人呢 一人的心愿 能得到实现的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会遇到一些困难 很多人以为 换个环境就会好一些吗 不会的 在釜山 有些人说 哎呀我在釜山犯了一乱罪 那这样的人 换个环境 去了首尔 还会犯一乱罪啊 犯一乱罪 我们做一件事情 如果是犯罪的话 那都是属魔鬼的 那么罪恶呢 是要靠基督的保喜 除掉啊 约一书三章八节 我们属魔鬼的时候 我的行为 我的习惯都被魔鬼 所支配 那么我们投靠 主耶稣基督的保血 向上帝跟着悔改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的保血 除掉我那些一切的罪恶 使我得到赦免呀 因主耶稣基督 使我们蒙恩典 义人的心愿得以实现 而恶人 上帝是不喜悦的 义人的祷告蒙垂听 而恶人呢 耶和华是远离恶人的 那到底什么是恶人 什么是义人呢 我们找一下 约一书三章十节 很多人说 哎呀 我怎么成了恶人呀 每个凌晨上帝帮助我 而我怎么就得不到帮助呢 上帝是最爱我的 上帝是全能的 上帝是永恒的 上帝能医治我的疾病 上帝也能赐福于我 而上帝也能没收这祝福 正是这位全能者上帝 帮助我 我得不到帮助 我得不到帮助的时候 赶紧承认我是恶人吧 很多人说 哎我怎么能是恶人呢 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是恶人 约一书三章十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从此就显出 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 凡不心意的 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 也是如此 阿们 如果我们往前读 六节七节八节 就写得很详细 那么在这世上 有属于恶人的 有属于义人的 义人是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而恶人 恶人是与上帝作对的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行恶作恶的 行恶作恶的 都会有灾难和咒诅跟随呀 雅各书一章十五节 大家知道我们内心的私欲 就滋生成 怀出罪恶 导致死亡啊 很多人说 哎呀我怎么就是这么不顺利呢 经济非常的困难 疾病得不到医治 无论做什么事情 怎么就是这么的不顺利呢 这都是我们种下什么得什么呀 加勒台说六章七节 上帝是公义的 那么我们遇到困难了 比如说我的事业怎么就是不顺利呀 疾病得不到医治 性格也不好 性格很酷僻 很奇怪 那这时候呢 赶紧承认自己的问题 哦原来我有这方面的问题呀 原来我就是个恶人嘛 上帝都告诉我了 正是因为我犯罪 我是属于罪人 而且 正是因为我是属于罪恶的 所以我要 靠着基督耶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身患重病了吗 遇到困难了吗 感谢吧 感恩感谢吧 凡不行义的 那么罗马书一章十八节 不义的人 各样的不义就是 不相信上帝的人 各样不义就是 不相信主耶稣基督 不认罪不悔改的 不做世界上悔改的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节 胎中的婴儿是创造 胎中的婴儿是上帝创造的 而为什么很多的婴儿 出生的时候就天生的 是残疾呢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节 按照祖宗的 那都是因为祖宗犯罪了 祖宗犯罪了 这罪恶直接降到 儿女三四代身上 那么很多人说注重胎教 胎教的时候要多听音乐 那世俗的音乐 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唱赞美是荣耀上帝 赞美上帝的 那才是音乐呀 恨别人的时候 赶紧意识到我是个恶人 并不属于上帝的 那么如果做牧师的 还在恨人的话 那牧师是个假牧师的话 那带领信徒都要去地狱了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五节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人都省察一下自己吧 为什么 很多做牧师的 却遭受了灾难和咒诅 而且很多做牧师的 儿女却不信主了 我没有真切的悔改 我没有行义 我没有遵行上这道话语 反而毁谤他人 随便定罪别人 这时候都成了恶人 而且犯罪 让别人跌倒 大家知道做牧师的 为什么做牧师的 临终的时候那么的凄惨 而且很多牧师的家庭 后村都不信主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是主的仆人做了主的功 应该后村更加的信主才对呢 那分明是因为 光带着牧师的抬头 并没有遵行上帝的话语 并没有行义 并没有遵行上帝的话语 没有属于基督啊 甚至一直讲道的时候 没有照着基督的话语讲 没有讲主耶稣基督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真切地认罪悔改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上帝听义人的祷告啊 罗马书一章 大家回去好好读一下 我们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我就是个恶人 我毁谤别人 随便定罪别人 甚至恨别人的时候 这时候夫妻关系不和睦的 这时候夫妻关系不和睦的 儿女也不笑啊 我们大家都醒醒过来吧 那么行义的人 什么样的人是义人呢 只有义人能得到上帝的帮助啊 那刚才我们一直讲什么样的是恶人 我们要通过上帝的话语 意识到 哦原来我也是个恶人啊 只要承认自己的罪 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我的罪是能得到赦免 能得到饶恕啊 我们找一下菲利比书三章八节九节 成了义人 义人的心愿是得以实现的 我们俯山地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那么无论在哪个角落 凡是信主听通上帝话语的所有的信徒们 遇到困难的时候 感谢吧 上帝是最为公义的 不会有任何的差错 这一切都是我的罪恶 也是我祖宗所犯的罪恶 向上帝承认主啊 是我恨别人了 我的祖祖伯伯都恨别人 犯了罪恶 导致子孙三四代 身患这样的重病 求主饶恕我的罪啊 只要我们向上帝求饶恕 承认罪的罪过 离弃罪恶 上帝饶恕我的罪 而且不再纪念我都过错了 上帝多么多么的好 上帝是最爱我的 只要成了义人 祷告蒙垂听啊 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义人呢 很多人因为 哎呦 我挺好的 我没什么罪 只有通过基督的保险 才能做义人 以福祖说书一章七节 我们人都是罪人 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成为义人的 菲利比书三章八节 我们读一下义二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 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到基督 阿们 那么在这世上 有很多的学问 有很多的学识 那么把世上的学问 把世上的博士学位 把世上的一切当成分土 我们每个人都谨醒谨慎吧 到底什么是最高尚 最好的 是最大呢 真是认识主耶稣基督 能认识主耶稣基督 这是最高尚的学位 也是最大的 也是最庞大的 我们在这世上 很多人推崇的是 这世俗的学问 学识 拥有很多的博士学位 而为什么有了博士学位 反而害了别人 甚至害了自己 也害了国家呀 那 我们每个人都谨慎啊 我们每个人都警醒啊 为什么要把世上的一切当成分土呢 为的是要得到 得到基督啊 为的是要得到基督 第九节 我们再读一下 第九节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阿们 第九节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阿们 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阿们 是在基督里面 大家知道 这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 唯独通过基督 使我们成为义人 因信基督 使我们成为义人 所以我们认识基督的奥秘啊 正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的罪恶得到赦免 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成为义人 这正是世界上悔改啊 而我们一直以来 没有承认自己是恶人 我们不认罪的时候呢 我们不悔改的时候呢 我内心总有偏见 这个人没钱 我就嫌弃他 按照我的想法 随便恨人 甚至讨厌人 没有自己的利益的话 就不理会这个人 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四节五节 甚至把虔诚当成是 自己得力的一种道具 这都是与上帝作对的 唯独通过基督使我们成为义人呀 那么 大家知道如果这个家庭 不生病就算是赚钱了 对吧 一个家庭再有钱 但凡一个人生病了 这钱才流失得很快的 所以人健康不生病的话 这也算是赚钱了 而且也算是爱国了 减少开支 那么正是因为我恨一个人 讨厌一个人导致生病 所以我们悔改呀 承认自己恨别人了 求上帝饶恕我 求上帝帮助我 不再恨人 那么我们承认 都是因为一直我恨别人 随便辱骂别人 随便毁谤别人 而且我的祖上也恨别人 辱骂别人 毁谤别人 而且一直以来 我去的是假的教会 没有相信上帝 那么现在认罪悔改吧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属于基督平安的生活啊 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心愿呢 身患重病的 希望疾病能得到医治吧 大家希望自己的儿女 顺顺利利的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明天 比今天更好 甚至很多人希望自己的 很多人希望自己有 临终的福 临终的时候能安详去世 甚至有些人希望自己能聪明 或者有些人想做爱国者 那无论带着什么的心愿 首先我们都要成为义人 唯独靠基督使我成为义人 以福所述四章一到六节 基督是唯一的 只有基督使我们成为义人 只有靠基督成为义人 这正是基督的奥秘啊 那这奥秘 正是上帝教导我们的 四分之一 第一个四分之一 通过读圣经 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了 那么第二个四分之一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 第三个四分之一 求基督耶稣的保险 起敬我心里的罪恶 最后一个四分之一 就是真心的 发自内心的 有感恩感谢 赞美上帝 荣耀上帝 感谢上帝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我内心 有一丝的嘲笑 藐视上帝坏的话 赶紧承认我是恶人 如同法利塞人文士一般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过 日本人侵略了韩国之后呢 就给韩国 就给韩国留下了什么样的 景况呢 让韩国很多的地方都变成了 妓女村啊 甚至 开了非常多的酒家 教韩国人喝酒啊 教韩国人嫖娼啊 为的是毁一个国家 并不是对这个国家好的 一个家庭经常爱喝酒 酗酒甚至搞外遇 搞云乱的话 这个家庭长不了很长时间呀 就好不了多久啊 那韩国 据说有些总统呢 为了开发经济 为了提倡经济 就提倡一些什么酒的文化呀 酒吧文化呀 酒等等等等的 这一切 并不对经济能有什么好的影响的 反而是毁一个国家呀 一个国家爱酗酒 爱搞云乱 这是走下坡的 唯独靠基督使我们成为义人啊 在这凌晨我们都要 成为义人 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们每个人 承认主耶稣基督 相信主耶稣基督 向上帝认罪悔改 离弃罪恶 做爱国者 投靠上帝的帮助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上帝 这世界多么的浑浊 多么的肮脏 原音书五章十九节 您告诉我们 这世界是属于恶者的 而我们却很轻视 藐视上帝的话语啊 我父上帝 您告诉我们 恶人得不到上帝的帮助的 恶人只会有灾难和咒诅 降临 而义人 义人心愿能得到实现 义人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感谢上帝 在这凌晨告诉我们 使我们认识 怎样才能成为义人啊 感谢上帝 使我们内心 聆听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的内心 聆听上帝的声音 听了上帝的话语 就要遵行 这才是行义 成为义人啊 我父上帝 我们感谢上帝 给我眼前的困难 通过眼前的困难 使我聆听上帝的话语 使我遵行上帝的话语 使我归向上帝 使我父上帝 帮助我们 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助 使我们做爱国者 我们相信上帝 在这凌晨帮助我们 赐福于我们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